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就是把兩個整合在一起 所以這兩個要怎麼整合 因為如果假設你要執行的話 變成像剛剛是要執行兩次嘛 所以剛剛是先執行什麼 先執行樞紐表 再去執行樞紐圖 這個有錯誤 這邊的話會有一個bug 我看一下這個bug 它會出現在哪個地方呢 它會出現這個地方 它的那個 SourceDataSource部分的話 它會出現說 它找不到這個範圍 那其實錯誤 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我這個地方好像歷年切到折線的驚嘆 其實這個可以不用加啦 我發現我剛剛的這個地方好像少了一個 就是add 少了剛剛講的那個 這一行好像沒加 我剛剛漏掉了這個 叫active aftershoot等於這個 叫歷年切到折線圖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的名稱沒有變動 而造成這邊找不到的關聯 所以我只要把這邊加一下 所以剛剛可能因為我 有把它改過啦 所以這邊把它刪掉 重跑一次 應該這個bug就解掉了 所以這邊把它執行 這個就樞紐表 如果假設這個錯誤 你記得把它停掉 不要讓它繼續 不然你如果再執行 它又會出現這個錯 停止掉了 停止在上面這邊 有一個叫重新設定 然後讓它重跑 那我就先跑這個樞紐表 OK 好 利年切到 ActiveShoot等於 利年切到折線圖 支援值ActiveShift 例年切到折線圖 我少了加了點面 難怪 這樣的話把名聲加給他 這樣OK了 再來的話就是把樞紐圖執行一下 這樣就OK了 所以這個OK 這個也OK 但是一定要非常非常小 最後的話把兩個整合在一起 所以我再增加一個Sub Sub名稱的話也許就是叫 歷年切到折線圖 所以這個名稱我直接拿這個來 加在Sub的後面 然後空一格 Enter一下 再增加這個之後 把上面兩個整合在一起 整合的方式跟上個禮拜講的一樣 你可以用Call 先Call那個樞紐表 再去Call樞紐圖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名稱 複製下來 Call 空一格樞紐表 再去Call樞紐圖 直接拿這個來改好了 這邊改一個樞紐圖 OK 那這樣的話就把上面兩個Sub整合在一起 特別要小心喔 如果你要執行的話一定要把舊的刪掉 不然的話呢 它又會增加一個一樣名稱就會翻錯 所以這個一定要刪掉 再來Run Run的話怎麼Run呢 一樣喔就是直接Run它 那所以呢你執行它之後的話 它會自動幫你把這個表跟這個圖產生了 那這樣就成功了啦 那只是說呢最後呢如果你要Run它的話呢 記得一定要把舊的刪掉 才能夠再去Run新的喔 不然的話一定會發生錯誤 錯的話一定會發生在這個啦 就是重新命名 因為呢工作表名稱 絕對不能夠有一模一樣的名稱的 OK 所以你一定要刪掉舊的 才能夠新增新的喔 那不過因為目前我們還沒有防呆啦 其實理論上之後應該是要防呆 那所謂防呆就是說喔 如果假設有舊的 那我應該把舊的刪掉 再換新的 OK喔不然的話呢就會出問題 OK喔所以呢 我們這個地方呢把它Run Run了OK的之後 那如果確定OK之後的話呢 記得喔最後呢再把什麼呢 把今天做的這個Sub怎麼樣 再把它變成一個按鈕有沒有 列連切到折線圖 做按鈕之前講過啦 應該都有印象吧 所以呢你就再把這個按鈕給做出來 我再做這個 記得喔從開發人員裡面的插入按鈕這個地方點一下 然後呢拖拉一個適當大小的按鈕 有沒有放開 然後呢找到那一個哪一個 找到這個歷年切到折線圖的這個Sub 理論它應該會在這個清單裡面出現 不過呢好像我有兩個啦 我有一個在module1 一個在module3 我先取消掉一下好了 我先把module1的先刪掉 因為如果兩個一樣的名稱它會造成衝突 所以我把舊的這個先刪掉了 歷年切到折線圖 OK喔好那再把這個按右鍵 重新指定它喔 然後這個時候的話呢 就不會有重複名稱的狀況發生 那我就找到歷年切到折線圖 的那個在這裡 那一樣喔把這個名稱複製一下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把按鈕7喔 改成叫歷年切到折線圖 好這樣就OK了 那我們最後呢就可以看到 按一下歷年切到折線圖 它就有了OK 那當然喔目前沒有防呆 所以變成你一定要自己刪掉 OK喔 可是將來如果你有防呆的話 就是你要先 如果那個BUG出現的話 那你就先把舊的刪掉 不然的話你假設啦 如果你按一下它對不對 這個沒有刪掉喔 你如果再按它一下 一定會卡住 它會出現這個BUG 該名稱已經存在了 請嘗試其他名稱有沒有 所以你按真錯 一定會這一行出錯 如果你假設啦 看到是這一行出錯 那一定就是說呢 你沒有把舊的刪掉 可是你又要再弄一個一模一樣的名稱 它會告訴你不行 那可是要怎麼做啦 當然幾個方法吧 直覺的做法應該就是說 如果遇到這個BUG 那你應該把舊的把它刪掉 這是方法一啦 方法二的話就是乾脆怎樣 歷年切到折線圖 後面你再加一個數字嘛 可能歷年切到折線圖 第二次也許二啦 如果一樣就三嘛 意思類推 OK 所以這個地方請 如果我們現在假設啦 我們先不要管那個房呆 因為房呆可能要另外額外再寫程式 所以我先把這個先停止 然後記得喔 一定要先把舊的工作表刪掉 舊的工作表刪掉 然後再來run的話 應該就沒問題了 run一下 OK 那再來的話 後面喔 我想今天的進度應該 就差不多達標了 因為後面其實我的目標是 原來的想法是 希望能夠把 除了歷年切到折線圖 做出來之外 後面的話呢 還有各區比例圖 有沒有 按一下 一樣可以 那各區比例圖怎麼做 一樣嘛 先做一個樞紐分析表 再一個樞紐分析圖 然後把兩個結合在一起 就有各區比例圖 那名稱不能一樣喔 所以我後來增加的這個 各區比例圖的話 我好像把那個名稱改了一下 我好像改成什麼 一個叫 就是樞紐表後面加一個底線區 一個樞紐圖底線加一個區 然後另外一個是路接道 有沒有一個表 然後底線路接道 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做出什麼 各區比例圖 然後呢 再切回來資料 然後路接到前十名字條圖 真錯 這個有BUG 我看這BUG真的 這個應該是版本的關係 這個把它刪掉 OK Default Version 跟Version 那還有一點可能要注意一下喔 因為喔 它的那個參數裡面喔 有一個是版本的問題 所以如果假設喔 你們換一台電腦喔 可能會發生 我剛剛出現的這個BUG 這個BUG就是喔 因為它預設的版本是8 可是我們這邊可能是7喔 版本不一樣它會這樣出 怎麼辦呢喔 我的習慣乾脆把它砍掉算了 這個豆點Default Version不要 然後Version也不要是8 OK 所以喔 目前假設啦 你們沒有換電腦不會有問題 但是你換一部電腦可能會有問題 那怎麼辦呢 要把那個Default Version 把它刪掉 跟Version把它刪掉 這個問題應該就解決了 有沒有就解決了 OK 那細節部分喔 那你們可以再參考一下 雲端白板上面 其實我這邊也有寫啦 在雲端白板上面喔 第三點就是要刪除這兩個東西 一個叫Default Version 一個叫Version有沒有 那可能連豆點都要刪喔 豆點這可能都要刪掉 這樣的話呢 就比較沒有BUG啦 OK 那今天的那個進度的話 原則上喔 就請各位把那個 就是這個東西給做出來就OK了 那至於其他的喔 先不要做沒關係 先例年切到至少這個把它做出來 然後把它上傳到Model 就完成今天的作業了 OK